大家好,我是Stan 11月29号,女进士在日本东京巨蛋举行的妈妈颁奖典礼 过得了年度艺人和年度歌曲等四项大奖 但是却没有出席妈妈,也没有留下任何得奖感言影片 只是在官方推特留下了感谢词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女进士没有参加2023妈妈 是因为去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颁奖典礼所收到的待遇 当时一出道就取得巨大成功的女进士 为了妈妈非常努力地准备了舞台 但什么奖都没有拿到 当时被视为竞争对手的艾布在成绩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因此对于艾布获奖本身没有任何人说什么 但是妈妈去年新设立的仅供新人获得的最爱新人奖 只颁发给了艾布、艾米斯、利斯拉比和凯普勒等四组女团 而去年7月出道的女进士因为只发现了一张专辑 所以未能达到累计专辑销售量100万张的标准 因此没有被入围 但是当时女进士重出道曲 Attention High Boy到 Cookie 发表的歌曲连续爆红 并创下了历代女团出道专辑首周专辑销售量的新纪录 红翻了韩国整个大监小巷 所以仅凭一张专辑无法达到累计销量100万张 就没能获得新人奖最爱新人奖 当时在韩王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而当天女进士所属公司代表迷尼锦获得了制作人奖 女进士代替制作人上台接受了奖项 所以就有很多网友们指责根本就是把女进士当成配角了 并且从去年妈妈颁奖典礼之后 女进士就没有出现在MNET的任何节目 因此就有很多人质疑 是不是因为去年妈妈的事情在抵制MNET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女进士居然没有获奖 这合理吗 他们从一出道就引起轰动 结果表演了所有舞台却没有获奖 真是说不过去 至少应该给新人奖 女进士是有理由生气的 老实说去年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 但今年通过两个大奖已经得到了完全的补偿 在宣布大奖时 MNET甚至非常认真地介绍了女进士今年取得的成就 我是希望他们能出现在M Countdown 作为粉丝来说 想要在更多的音乐节目中看到他们 我是女进士的粉丝 但去年确实是Ive的一年 虽然女进士发行了大热歌曲Attention 但Ive已经发行了三张非常成功的专辑 Ive的成绩更好 所以横扫了几乎所有奖项 但去年女进士粉丝们生气的原因是 即使是成绩不如女进士的团体 也至少获得了一个奖项 而女进士被召唤了两天却一无所获 所以才会非常生气 请不要试图在Ive和女进士的粉丝之间制造矛盾 然后也有这样的留言 记者们不清楚具体情况 却又在试图制造没必要的话题 我们甚至不知道妈妈方面 是否有向女进士发出出演要求或进行采访的请求啊 对了 昨天女进士在MMA2023颁奖典礼 拿下了年度最佳歌曲 年度最佳艺人等两个大赏 Go!五个奖项 成功也是四个奖项 所以对于女进士没有参加2023妈妈颁奖典礼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昨天在MMA颁奖典礼 非常霸气的Aspot卡丽娜和吉杰 昨天在表演开始前 生姜街好像是出了点问题 没有完全上来 但是卡丽娜和吉杰非常帅气的走上去 进行了舞蹈表演 看起来生姜街上升的时机有点晚 但他们听着歌曲抓住了登场时机 真的太酷了 真的很酷哈哈哈 穿着那样的衣服毫不犹豫的跳上去 太帅了 哇一上去就立刻摆好姿势 真的太酷了 总结一下就是 Aspot真的是